二八公園裡面有一個博物館 博物館前面有兩隻童牛 你知道有一隻贈送者是誰 愛心絕樓普 大家好 社長 你好 我是宰卡拉 今天請宰卡拉來介紹一下 瑤瑤勵志傳的 應該說是系統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遊戲畫面 我現在在展示的這個東西 其實是我們的編輯器 編輯器裡面你才有辦法看到 整個地圖的overview 鳥坎圖 這個是現在目前的世界地圖 其實實際上等於台北市的萬華區 這一塊就是只有萬華區 這一塊就是台北市的萬華區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一塊是台北城 台北城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西門 北門 東門 還有兩個南門 這一塊就是所謂的西門町 西門町 其實實際上真實的世界裡面 西門町跟西門之間 大概就隔了一條中華路 我把西門町放遠一點 然後他可以走出來了以後 等等等等 跑到西門町發生一些事件 然後接下來再往南 這邊就碰到了龍山寺 然後旁邊是華西街 華西街就包含了有一些 我們都知道了像這個華西街夜市 然後華西街的暗巷子裡面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這個也會做進去 在裡面會找到一些比較特別的人物 往這邊走的是到波皮寮 波皮寮 就是我們知道那個蒙甲 蒙甲的電影的拍攝的地方 然後再往南 再往這邊走 看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是西元鎮 西元 西元 然後這邊往這邊走是東元 那就是我們知道的現在所謂的雙元街 雙元街就是在這邊這一塊 然後再往南走 所以最南邊 其實實際上這邊要過橋 過了橋以後就是中華 這個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果菜市場 果菜市場就是我們曉得了這個 韓國瑜跟胡英明 戰場 明明是果菜怎麼變戰場 我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大戰一通 然後這邊有一大塊 迷宮式的 其實實際上就是所謂青年公園 這麼大塊 其實青年公園在我們小的時候 是一個超大的公園 對不對 根本就沒有大一森林公園 就是跑去青年公園 哇不得了 裡面還有游泳池 還有什麼 蛤蜊場 對 然後還有跳傘的那個塔 那個都覺得是不得了的好地方 我把那個印象留在這個地方 那我真正下去做的時候 我發覺翻閱了許多的文史資料 我覺得 了解這一塊地的許多的故事 是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包含了 這個這個 在清朝的時候 很久以前了 他們怎麼樣移民過來 等等 非常非常有意思 這就是台北城 台北城呢 你從這邊來看 你可以看得到 這是1比1的狀態 這個是南門 然後這個是小南門 從東門這邊進來了以後呢 你會碰上 這個 總統府 以前就是日本總督府 然後後來呢 變成了總統府 那 這個東西 在我們的遊戲裡面 叫做英皇殿 英皇殿 目前是英皇殿 目前 那以後的話 看怎麼樣 還要再還會再發展 這個總統府 後面的話 這個地方是台灣銀行 對 這長的就像台灣銀行 這個其實是我自己新手畫的 你看從這邊開始 往這邊走 從總統府旁邊 這邊出來的話 有一個很大的公園 公園叫做 新公園 只有這個年紀 才會講新公園 現在都講228 對 你一講新公園 就是老灰啊 228公園 228公園 裡面有一個博物館 博物館前面有兩隻童牛 有 你小時候有沒有坐在這上面 一定要坐 誰沒有做錯 對不對 我也坐在上面拍照 就坐在童牛上面拍照 你知道這兩隻童牛 你知道有一隻 贈送者是誰 你知道嗎 愛心絕羅浦夷 愛心絕羅浦夷 對 你可以去查 把牛送到這裡來 滿洲國的時候 因為 因為台灣也在日本人手上 那滿洲國也在日本人手上 對 所以浦夷就送了一隻童牛 他贈送給台灣總統 而語言太老 對 然後送了一隻童牛 所以這兩隻童牛 不是一隊 是兩隻不同時間 不同時間來台灣 對 這也是很有趣的 這我會翻文史資料才知道 我們真的都不知道 小時候對比他一隊 是啊 因為都要擺在一起 對啊 不是一隊 不是一隊 這個就是有趣的故事 那我這邊放了 你看到這個公園對面 有一個地方 那地方其實像是示意圖 他其實指的就是台大醫院 Hospital H 如果出城之後 第一次出去就是西門町 對 出城完了以後 當然會到大地圖 對 大地圖外面就是 我剛看 台北城 從出門以後到西門 西門出來以後 就會進到西門町 關卡就到這裡 西門町當然進去 有西門町自己的地圖 西門町自己的地圖 在這個地方 哇 又是另外一個 對 另外一個世界了 西門町的話 你們就知道 這個是什麼 紅樓 從紅樓這邊 往往下面再走的話 你就會看到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演電影的地方 你如果在玩的話 你會發覺之後 他電影的海報會改變 變成許不了的小丑 這麼神奇 有人跟我講說 不要忘了開演電影之前 要先唱國歌 這樣 這個呢 沒有到這個年紀的人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有人跟我講說 為什麼要唱國歌 哪有 我們小時候有 現在沒有 現在都沒有 比如說像獅子林的商場 我有獅子林 獅子林商場的二樓 電動機台 電動間 對不對 然後我們還設計了 你在那邊打電動 會被那個阿飛 給勒索的故事 還有這種事啊 我不知道你當年有沒有發生過 沒有 我那個partner當年就有發生過 是喔 這是他的故事 我把他寫進去 當年去獅子林打是有一點危險 如果太小的話 對啊 然後他是怎麼樣 他打得很好 對 然後呢 因為打得很好 所以對方就在他身上打得很好 唉唷 對 對 滑溪街的有一些地方 例如說 像 這個都是外面 但是會有 按 按接 然後呢 會有一些 唉 紅色的屋子 紅色的 好 那這個地方會找到誰呢 我來講一下 這個地方會找到萬華阿童 喔 負責 對 對 因為前幾天呢 這個你曉得家暴事件 對 對 哇 這個了不起阿童又又又說了 他說 我知道呢 很多人看到這個新聞想到我 哈哈哈哈 幹嘛沒事自己跳出來 我不知道 然後呢 那在華阿童街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 看到一個這個這個 這個像龍山寺 龍山寺 我們是真的 大致上按著龍山寺的那個感覺 去給他 去給他做一個比 對 那這剝皮寮呢 你就可以一進來的話 就可以看得到 好 這是萌甲的導演 有有有 豆島 對對 豆島 然後呢 這個豆島呢 他就會在萌甲 應該說在剝皮寮裡面做一些事情 你可以看得到 在剝皮寮裡面呢 有一間比較高的 房子 比較高的房子 那據說呢 這個 這個房子的名字叫做 壽育樂園 哎呦 不是軍裝樂園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都曉得呢 就是 就是這位呢 導演呢 他在這個 他住處的頂家呢 有一些地方是比較 比較特別的 是 我們也有把這個 橋段也放在裡面 這麼精采 對對對 你要進去去理解一下 這些這些狀況 也就在萬華車站外面 對面不遠的地方 有一個 有一個 很有名的公司 叫做 中國時報 喔 中國時報社 本社 就在萬華車站外面 對 那 其實你們曉得嘛 就是說 國內算是一個挺大的媒體 然後呢 他當然現在中天啦 什麼等等等等 全部都是他們的 那其實實際上 大家都普遍認為說 這個是很藍的 然後呢 他的顏色什麼很明顯 很明顯 可是其實實際上 那早年的時候 在黨禁報警 還沒有開放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 在那個時候 跟蔣天國政府對著幹的 曾經有一段這樣子的歷史 很多人其實不知道 真的 哈哈哈哈 那我們也是把這個東西 忠實的呈現一下 那萬華這個地方呢 我媽媽的小時候 195幾年的時候 都在那邊買成衣啊 對 賣布啊 賣衣服啊 對啊 我也把這個青草象 看到沒有 青草象 舊人青草象 現在還是有的 現在還有 然後包含了這樣 這個我叫做成衣公會 你可以去成衣公會裡面 然後有很多很多 很妙的事情 我們的目前的設定 這樣子 所以現在關卡到這裡 到這裡 然後呢 因為我的設定是這樣 就是說 瑤瑤在過程中間 他會跟這個天龍王 有一些的接觸 然後中間的時候 可能會有這個 圍城事件 就是這個天龍王呢 帶人來圍城了 然後他就會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 打一些過關的情形 當然 這個時候打不過 他還必須要 收集一些關鍵的道具 所以這時候 想辦法逃走 逃走的過程中間 你就要去處決一下 就是說 有一個水水的女藝人 為什麼在掙錢 去佔我的敵人天龍王 那你就要決定 要不要打擊主份 或者把他留下來 哈哈哈哈 就是送春聯的那一位 水水的女藝人 我們也都覺得他是水水的女藝人 這沒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他 這個會不會被 你要代替瑤瑤決定 你要不要取決他 處分他 還是留下 還是留下 當隊員 如果你處分他 就叫他 不要幹他 我就會送你另外一個寶物 如果你留下他 我就沒有寶物 哈哈 劇情還是有差別 你要做點決定 不是只有一條線 不是 過年後 差不多還會到 再更新兩三次 這個大概就會結束 這個故事就可以 這個故事 這個part 會結束 那後面還會再繼續跟著時事 有其他的幫忙 非常值得期待 把這個遊戲給破關了 哈哈 希望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上在卡拉圖網頁 我們的網站叫做 Gam.Kusokara.卡 上面就可以直接玩 然後直接購買 直接購買 台灣人的自己的故事 對 我們這個年代 在台北裡面的生活 獅子靈 西門丁 對不對 對 非常的熟悉 我自己其實也是 這個 有一些懷舊的老東西 沒到了一個年紀了以後 你就會開始去想那些以前的事情 對 那 這都不復健 例如說我們小時候跑光滑 對 對不對 光滑 我們都知道嘛 光滑地下的那個部分 走到巷子尾巴 旁邊右轉的那一家 哈哈 可以買到一些 騙子 哈哈哈哈 現在都沒了 沒了 先沒有騙子 你要download才有 我是以前中華路 去買一些電器 對對對 就是我們這代人所經歷過的一些地方 現在都沒有了 藉著這些東西 大家去回味一下 對對對 有興趣也可以來玩玩看 今天就很高興可以跟仔卡拉來聊這些 遊戲的創作過程 創作的過程 非常值得一玩 謝謝 好今天我們就聊到這裡 拜拜 拜拜 快再送出去 我們先進去 對 我們先進走 來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